在英國租樓好像很複雜 不怕,雲原移民幫到你 幫你穩定樓,看樓,不用你四處走 快點來雲原英國租樓專線6214438了解一下 各位觀眾朋友,今晚我們在公司有一個稅務講座 自然稅務講座,很多朋友在不同的講座都會問我 有關英國稅務的問題 稅務怎樣安排,應不應該賣樓,什麼時候賣樓等等 這些問題,今晚我們在稅務講座 邀請專業人士為大家解答稅務上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都會安排一些不同類型的講座 給大家移民英國之前參考 今晚是稅務,下次可能是生活上的需要 例如我買車,應該要注意什麼關卡難題 所以下一次我們都會有不同類型的講座安排 最重要是留意我們宏苑生活百福的頻道 或者我們宏苑移民的Facebook廣告 當然如果你需要考慮更多英國移民的問題 有些有關相關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Facebook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量和大家解答這個疑難的 多謝大家 我們宏苑移民的理解 什麼宏苑啊大哥,宏苑移民為理解 唉,真是死尼根了,真是不好意思 宏苑移民為理解 好了,今天是星期一 第一班不用隔離的航班 今早在台北飛到香港了 OK,那就解禁了 終於解禁了 終於解禁了 都勉強收貨,都希望零加零 但零加三都叫做好過沒有 趕快按飛吧,快點 是不是 自從上星期,特首宣布了最新的防疫措施之後 很多朋友都查詢了 喂,你們去年一直在說那些看口團 怎樣啊 好,這次真的來了 因為零加三就有條件了 是 如果你要隔離,哪有條件搞這些 沒錯,自從上星期 我們收到大家的查詢之後 我們同事積極籌備 把那些檔案抄出來 即是去籌備 不過,有一件事 我們都要看準了才行得到的 到底要看準了什麼才行得到呢 就是大家一窩蜂就去搶機票 OK 但是我們香港這個開放 就是剛剛突然爆出來 說開放 其他地方,地區 比如說我們想去的歐洲 人家一直都 開了很久了 泰國也適時公佈他們一些新的防疫措施 也都全面解放 開完了 開完了 但是那些機票就是 未曾回復回到 就是阿周最清楚了 不是的,那些機票一定是 現在,因為航班它少 一定是貴一點的 是 但又不是說貴得很離譜 我覺得 所以我們都 看看航班的調動 安排 我們才找一個最適合的時間 跟大家安排 OK 大家有興趣要去看樓團 海外 就是了解 不要說看樓團 了解移民當地 想了解多些的話 我們會在適當的時間 就會跟大家公佈 是的 是的 OK 除了解禁 看樓團之外 就是移居的生活體驗之後 又有另一個挑戰 寶寶 寶寶今天去英鎊的走勢 哈哈 又一個新的挑戰 寶寶今天去英鎊走勢 哇 真是 近年新低 其實不是近年 是三十七年裡面最低 最低的 八個四號四 八個四號四 好像說還要低了一點 在我講的時候 其實都還低了 那當然了 這幾天 都有一些專家 就撲出來講了 喂 可能會穿八 這樣 九個二號幾的時候 九個四號幾的時候 那些專家就 喂 尋大一可能是九了 這樣 大家 這個時間就要 什麼 現在的專家說 可能會跟美金一對一 是 不過這個就 昔木以待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沒有水晶球 是 不過可以肯定的就是 因為美國加息 嗯 就令到所有全世界的貨幣 都應聲都跌了 嗯 這個就不用說了 是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說它會維持多久呢 我覺得就 起碼到今年年尾都可以維持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低水位 是 低水 低水 是否適合入市呢 我們都問過我們英國同事 價格 在英國來說 就是樓盤的價格沒有跌到的 是 英國的樓 現在是正在說升 就是你千萬不要拿香港來比 香港那些人都說 喂 現在正在跌 是吧 為什麼會跌呢 就是走向英國 是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英國多了很多香港人 沒錯 多了新移民 令到租盤和買盤都多了很多 嗯 樓市就相對輕旺了 當然 就在這個時間 去年這個同期 這個時候呢 就十個零幾 嗯 十個零七 零八 就是這樣 就當它十個零 今天 中間都還有些日子去到十一 不過很短 是啊 八四四 那現在 去年當它十四四 是吧 那欠兩 欠兩元啊老闆 就是打八折 是 如果譬如說 假設你現在移民英國 想買一條樓的話 就打個八折 是啊 其實就是 換言之來說 就是 嗯 你肯定就收到便宜的了 是 因為你是拿著港元資產 是 反而你說 你是拿著一些英鎊 這樣就沒得說了 那你就肯定就是 沒有這個優惠了 嗯 我們叫做優惠 沒錯 如果拿著港元資產就是一個優惠 沒錯 你看回我們過往那些流平的 出的地區 譬如說 鄰近這個倫敦的Cloudon 啊 我們都有一間 有個小屋子的 啊 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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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司因為那些磅子跌呢 他 他 你又覺得什麼 就是 我們現在覺得值得抵買的情況就是 就是說 因為去年 用十元買 現在都是十元的話 去年十元呢 我們要 要 要十個零多 簡單說我們香港人 因為你拿著港元資產 沒錯 所以你才有這個優惠 如果反過來 如果你是拿著其他貨幣 我告訴你你拿不到這個優惠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得天獨厚 它是跟美元掛鉤 所以變相來講 我們的港幣 是對所有貨幣 跟美金一樣 全部升 是 港幣值錢 硬正 是的 所以反過來 在香港人 你說有什麼優惠 這個時候就是這個優惠 你買英國樓 又是便宜 沒錯 當然了 順帶一提 還有廣告 我們那個 萬設斯特的樓市巡禮 我們仍然在巡禮 OK 在這個 看我們萬事樓盤的期間 當然也可以享受到 我們公司給出來的優惠 我們有四大優惠 指定的樓盤裡面 我們是有BNO5加1的一個代辦 那還有一個就是萬城的機場和市中心的接送 那是六個來的 你會下對接機的 是嗎 那這個都是 那時候是千人的 要的 有的 需要的 那還有一樣的就是英國驗車的優惠 是的 沒錯 沒錯 那有幾大優惠 有四大優惠 那大家在看這個萬設斯特樓盤的時候 來我們公司 我們有四大優惠 好像做到這個月 是嗎 嗯 是啊 那我們就這樣說吧 總之現在就說英國樓就無需要多說了 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說 喂 這個時候是入市的好時機 沒錯 就是入市的好時機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當然你說 什麼時候英鎊會升上去呢 這個來的專家我告訴你 都說不到了 不過我可以肯定的就是 因為加息的原因 剛剛加 所以這兩個月 我相信都仍然都是維持在這個 八個幾百個幾 從來都在說一樣東西就是 我們投資物業 是一個叫long term investment 嗯 一個長線的投資來的 嗯嗯 那是不是 就是現在的榜子跌 嗯 那我們買了之後 那我們作為一個長遠的投資的話呢 嗯 那那個所謂叫做直博率呢 就高了 是啊 就是你 是嗎 那你的長遠投資來的 你是不是今天買了的 明天 明天有了一些 我們不是去炒股 不是去炒金融 那個八折的折樣都很大 是很大 我舉個例子 你的房子如果是二百萬的話 你就已經省了四十萬 沒錯 那就是 如果你三百萬的話 就省了六十萬 嗯 所以這個折樣 就是一個很吸引的折樣 沒錯沒錯 那就是 所以說來講就是 為什麼突然之間這一陣子 英國那些曼切斯特的樓 每個人都一直說 每個人都出新樓盤 每個人都出新樓盤 樓盤也出很多 跟著來講 價錢又 站得很硬 一個原因就是 它就看中了 就是香港人的購買力 所以它就是不肯跌 沒錯 我們之前都有一張 曼切斯特的樓盤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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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呢 就是有 我們有得選 有得選 新樓盤 OK 那就是曼切斯特 就是 我們不厭其煩 那都在說 就有幾大 有幾大發展商 都在曼城 都是有新的樓盤推出 那麼當然 就是 各有所好 各個 大家都在這個 曼切斯特的市中心 OK 那就沒有說 誰就比誰更漂亮 OK 現在曼切斯特 就是遲些變成了 選香港的了 越哥也是 就是 你下樓的話 就是一個小時內 你一定是遇上幾次 那些香港人 是啊 沒錯 如果你在街上閒陣的話 是啊 那所以變成了 就 要把握時機了 沒錯 講到曼城 講到英國最近的天氣 除了 涼了 現在涼了 涼了 舒服了 兩三個星期之前 我們又說 熱都飛起了 現在呢 早晚溫差 很大 早晚溫差 大概只有六度左右 大概只有六度左右 就是最低溫度 是的 早上一早一晚 大概六度左右 日後呢 就二十幾度 即是 六度 可能有些家裡都開暖氣了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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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在香港 先冷一點 是啊 而是說 你在生活在一個涼快的環境裏面 那你的感覺呢 就不是說 好像我們在香港熱帶 壓熱帶的地方 喂 十度八度呢 都好像要 要抱著兩張雨涌 過日子 如果在英國的朋友呢 都告訴我們 日後他們都是 穿短衣服出街 晚上呢 就生氣了 因為他們習慣了 是涼快的天氣 是吧 所以來說呢 就是說大家如果有 留意英國 就會這個什麼 但是 喂 冷的天氣 我又覺得 一般的話 也都呢 上個星期 我們有介紹過 東南亞 我們移居的地方 除了新加坡之外呢 還有很多朋友仔呢 都考慮去這個 是一個 香港人旅遊必選的地方之一 佛國 泰國 必選的 必選 OK 那泰國 我們有沒有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那泰國呢 我們 大家都公認 都是一個 即是投資 是一個很舒適的 一個 退休的生活的地方 早幾年呢 那個M2H 其實推出來的時候 馬拉 是的 吸引了很多香港人 包括我也是一個朋友 就是這樣 就去了馬拉 不是退休的 他是年輕的 就是那個小孩大概六七歲 那當然出了馬拉之後呢 就是 泰國也急起直追 是吧 那泰國現在呢 就有七大的一個簽證 那這七大簽證呢 就是適合不同的年紀 或者是背景不同的朋友呢 但是適合哪一種的簽證 其實那些簽證就是簡單 你買了一層樓在那裡的話呢 基本上他就會給你多次往返 即是至少五年啊 或者七年啊 或者幾多年 就不用整天簽 即是類似這個MM2H那樣啊 是的 泰國也都有類似這個所謂的黃金簽證 是的 那就方便呢 你退休人士啦 或者你投資的人士呢 就蓋泰國呢 就作為呢 是旅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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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居 不是 退休生活 對 退休生活 退休生活之後 泰國 你做旅遊 旅遊界這麼多年 泰國 哪些地方生活 你覺得會是好些呢 我這麼說啦 我就是喜歡一些靜的地方的 但是呢 香港人呢 就是不靜得的 你知道啦 雖然他又要求要很寧靜的環境 但是呢 他同時又要求你要方便的 嗯 所以香港人是很矛盾的 是 但是呢 就這麼說 如果你說 你又想享受一個很寧靜的環境 是 但是呢 一出了那個屋院之後呢 又可以去到一些很繁華的地方呢 嗯 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 嗯 巴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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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提雅來講呢 它的城市的面子是很小的 嗯 你在周邊住的話 環境就會很清優的 OK 你大概幾十分鐘左右 你就會去到一個很繁華的巴提雅市區 是 大家去過旅行 都知道的了 那些百貨公司 那些消費場所 特骨、Yaspa, 什么都有 即该享受的地方 是啦 巴黎雅就不缺的 重点就是巴黎雅的生活物价 和曼谷没什么太大差别 是 即曼谷的人会觉得他人太多 香港人说我香港已经这么紧张 我当然想要住得舒服一点 是 还有讲真一句 你在香港两夫妻拿着三百万 过不了小的 即是拒不了休的 大家都知道的 那个物价太高 但如果你反过来 你在巴黎雅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拿着三百万港币 都很小 即是 如果在巴黎雅买 我就不会买高楼息 就是买的那些叫 Villa Villa那些 是 而且巴黎雅的Villa 两百多万就已经有私人名池 是 即便宜到你都不信的 是 二百多万私人名池 当然又是屋苑管理 嗯 嗯 嗯 就是那个叫 那个屋 都有千多两千尺 千多尺 一定有了 是 是 即是类似我们元朗的感受花园 屋苑式的管理 是 但是自己的家门口就有一个私人名池 是 私人名池 就是这个 再说一次 是不是私人名池 私人名池 而且那个名池来说 都不小的 就是 都是一个 即当然不是一个标准池 是 在曼谷有很多家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来说,赢了起跑线 香港其实每个都想入 喂,大佬的债券动不动都过百万 是啊,你都叫入场费 你进去读,不要讲学费,入场费都过百万 但是在曼谷,在泰国的曼谷 基本上很多都是不需要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来说,它的学费也是香港的一半 所以来说,如果上个小孩 我们叫贵族的学校 国际学校,我们叫贵族的学校 皇室成员,皇室国际的小孩都有读 可以考虑化 在曼谷 我们香港演艺界也有一位朋友 是啊,其实是不止一位的 是不止一位的,很多的 这位比较出谊一点,因为他设计了几年 准备出发 她的女儿的表演 那些星艺的表演都吸精 是的 她两夫妻虽然不是超级巨星 但是演艺圈都有些名气 我也挺喜欢听她唱歌的 是的 罗敏庄,陈国邦夫妇 他们都移居了去泰国 其实很多 很多的,其实不是说已经是 其实香港人是很厉害的 总之来说,他们会计算 是吧 而且来说,近这十年 泰国的治安、交通 还有环境保护 都已经是做得相当好 是 所以来说,现在为何这么多人 考虑去那边退休呢 因为退休不外乎 就是说你的医疗 你的住宿环境 医疗都不错 医疗来说,在亚洲来说 都是可以跟日本、韩国并排的 就是他的医疗设施 是 而且来说,他的费用就比日本、韩国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在医院住一晚 你在泰国的医院住一晚 费用跟日本比 只是三分之一而已 OK 三分之一 好了,医疗我也不担心了 退休生活也不担心了 刚才你说到,我去读国际学校 那些国际学校出不出名的? 大佬 是不是这些 香港有的都有的,他也有的 香港没有的,他也有的 好像香港人熟悉的哈罗 哈罗 哈罗在那里都有分校 泰国有的,香港也有分校 是,没错 另外是法国,法国学校 法国的 是,这些都是香港都有的 张军澳而已 在香港 是的 都挺出名的 出名的 其实来说,泰国在这十年里面 其实都已经将自己打造 希望打造到将来是一个国际的都会 所以从教育、医疗、生活环境方面都很重视 所以以前那些去到曼谷空气很差的感觉 我认为早二十年前去的朋友 他们对曼谷的印象 印象就觉得,塞车和空气很差 但是现在呢 这个情况得意到改善 第一来说,你出门 你可以搭那些 轻铁 是的,轻铁 就是那些sky train 另外就 而且那些空气的指数来说 也都 逐步改善 改善了 还有最主要的微南河 这个就是 微南河以前你去的时候 那些水是黑色的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已经很清澈了 整个环境改善是很重要的 还有现在 在曼谷住的外国人 都已经 统计的数字来说 都超过一百万的了 外国人 外国人 没计算其他的地方 什么清迈、青莱、巴提瓦 那些地方 布吉 不计算其他的地方 只是曼谷都超过一百万 所以其实来说 如果要拿着一个有限的钱 又想享受一个舒适的退休生活 其实泰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不易之选 可以这么说 老实说 如果生活指数低的越南 但是越南的经济 在一起步阶段 所以它都污染很势力 第二 治安 就不太好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的现象 但泰国已经经过了 是吧 经过了这二三十年 其实是得以改善 是吧 所以变成来说 你说接着是印尼 印尼其实来说 因为它是一个回教国家 所以很多发展都隐碍于它的宗教的原因 所以它的发展都不是太好 说真的 另外你数到新加坡 新加坡就太贵了 是吧 新加坡就贵了 前两年最热的就是马来西亚 但是马来西亚现在 它又不知为什么 在新加坡就把那个门栏 是吧 Emma Tewich的门栏 正提高到 好像类似要拒绝你进来一样 嗯 当然 这个措施在他马来西亚里面 也引起一些争议 这些可能和政治有关 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 就是要考虑的时候 是吧 另外 韩国和日本 日本当然固然是好 但是日本你要明白 它的生活水准就相对高 相对高了 高很多 如果选择退休 选择小朋友可以去国际学校 医疗水平又不错的话 当然是一个 就是泰国是一个 移居 移居的地方 首选 为什么呢 移居没有成本 是 它在日本来说 你如果想着那里定居 不是拿护照 是定居 你都要投资几百万的 是 你才能拿到一个这样的居住权 相对的门栏是高很多 是的 但是泰国就没有这个门栏在 基本上来说 你来就行了 你来就行了 它基本上不像任何门栏 嗯 所以变成了来说 在 我觉得在这两年 疫情期间是看不出的 就是疫情前那两年 其实真的有很多的 香港人在那里 刚才你提到的巴提雅 就是美国的博彩集团 嗯 是啊 它现在要修改法例 是 泰国现在修改法例 那么修改法例其中一项就是 就是允许有限度的开放那个赌权 是 大家知道泰国其实 娱乐事业 是的 因为它是佛教国家 其实它是禁止的 是 但是现在因为新的 新的 就是 新的思维 新的 新的领导班子 就是那个总理 那么变了来说 他们就觉得 要刺激这个经济 其实开放这个 就是像新加坡那样 嗯 其实它都没有 就是 你开放一个岛 你是怕当地的人 就沉迷赌博 嗯 那就是新加坡的例子 就非常好了 嗯 并不会令到 新加坡的人 是沉迷赌博的 嗯 其实这个问题是 它的管理而已 没错 第一 喂 你本地人进去 你要付钱 是吧 日本门飞 五十三十 这样的 波币 已经少了很多人进去 嗯 第二来说 它有很多限制在里面 所以变相来说 泰国 我想它多多少少 它都开放这个岛 主要目的当然是刺激经济 因为这个岛 这个收入 这个税行 是很惊人的 是 是 很惊人的 所以变相来说 它 可能有一个效仿 新加坡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所以它订了在巴黎亚 嗯 预测会开一个赌场 娱乐场上 很多美国啊 或者是一些 国际的博彩集团 对啊 博彩集团 都准备在那里 大政权脚 去投这个牌 没错 去投这个牌 当然了 如果你要做这个国际旅游的城市 或者是博彩的城市的话 当然你解决交通的问题 交通制室的问题 是 巴提瓦其实来说 它现在多了很多路的了 是 以前呢 我不 就是 就是 你的朋友 如果你20年前 或者15年前 去巴提瓦呢 你可能要三四个小时的车程 是呀 上周 上周才到 现在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开私家车 过半小时就到了 嗯 我说旅游巴 旅游巴 两个多小时 是 但是一般我们自己 可能会开私家车的了 或者坐私家车的了 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蛇园了 哦 现在不会经过那边走的了 不会经过那边走的了 现在的路程一路去的了 那我就看少了那些蛇 我告诉你 其实泰国政府准备 除了一个岛的 一个岛上去到 它又会打造一个会议了 嗯 会议中心 是的 打造一个国际会议中心了 嗯 因为你有很多岛 你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多了 没错 是吧 那会展这个 这个是他们准备发展的 嗯 所以巴提雅 你现在 是他还没正式 开放过赌牌 又开始开工 开赌场之前 你买 我告诉你 你一定是现在是便宜一点的 嗯 就是你如果到了他 喂 在那里建立赌场的时候 那个已经升成倍了 OK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就值得找一些泰国投资专家来 就跟我们介绍一集 可以啊 我们可以找一些 好吗 可以 我们下一次找一个 就是说 比较在熟悉泰国的投资环境的朋友 他可以讲讲 就是泰国究竟有些什么 值得香港人入手的地方 喂 泰国也有新机场 好像是吗 不是 新机场很久了 很久了 是很多年 没有很多年 五年了 五年了 但是它新 旧机场继续在的 是 它不是的 因为它就是因为 你在旧机场上扩建 它小的成本 是 跟另外开一个新的机场的成本差不多 哦 所以它的索性呢 就将旧机场就变成一个国内 就是我们叫国内六航班 那国内六航班呢 就是一个新机场 好的 其实它叫扩展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好的 我这些就少去泰国 也有七八年没有去过泰国了 如果想更加知道泰国最新的情况的话 那么 阿 четы 就特意 熟悉泰国投资的一些专家 那么 那么 上一季 再时间 时间差不多了 很快 欢乐的时间特别快 下一集见了 因为我们有些泰国朋友介绍 泰国现在很流行黄金翻箱 名字叫黄金是不是有黄金? 是有的 真的是黄金 黄金有些矿物成分 对皮肤是有好处的 现在我们拿回来 可以说是厂家直销价 直销 只是50元一块 泰国要卖到240元一块 港币差不多60元一块 香港是比较贵的 因为它是零售价 我们就从厂家里拿出来 这个老朋友说 我们的厂家做这些东西 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有一天有 带给我们的听众 但是它还有一个礼盒装 一盒是6块 280元 280元 抗氧 去皱纹等等 对的 这一类 但问题是现在很多香港人都会用中肺炎 特别有时 如果皮肤敏感的朋友 去看医生的时候 生的那些 那些 那些 医生跟他说 你不要用毛露 你还是用肺炎 因为肺炎刺激性 没有那么大 而且黄金肺炎是没有化学成分的 没有的 全天然 还有它是手工做的 是 当然你不可以跟那些 机器做的那些 去交付 因为它 价钱也不同 但是它 珍贵的地方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 经不经贵 不要紧 有实用 有效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给我们 是 数量不多 暂时 第一批不多 大家有兴趣可以给我们 好了 OK 是这样